考驗你的 穿搭跟駕馭能力 事先邀請了你身邊的直男朋友們 來幫你網購衣服 聽起來很恐怖耶 什麼一個布耶 這是誰選的啊 穿上去小巫衣露出來 不得了 等一下 這是什麼啊 拳頭耶 是不是看到我 就真的不行 希望下去就變黃標了 按讚 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 請勞請 今天的影片開始 Mariaの失聯第五集 耶 其實聽到這個計畫 我沒有很開心 因為我挑戰過很多恐怖的事情 今天是來挑戰什麼呢 這一集要來考驗你的 穿搭跟駕馭能力 喔 可以修我的強項 因為我在日本當過雜誌的model 然後我蠻喜歡服裝的 所以 還蠻有自信的耶 但是這個計畫 怎麼可能這麼的單純 我們事先邀請了你身邊的直男朋友們 來幫你網購衣服 聽起來很恐怖耶 我們邀請了蛇丸 胡椒 鳥齒 還有一位特別嘉賓 誰啊 先保密 這個感覺布很少耶 很薄耶這個 那我要選中間一點 這個 到底是誰的啊 喔 雞裝外套 喔 這個我平常會穿耶 但是在屏東應該太熱了 所以 我想這個應該是 鳥舌桑嗎 這是特別嘉賓 特別嘉賓到底是誰 你的爸爸 等一下誰在跟我爸爸聊天 這樣去那個鄉親嗎 第一套 滿OK的 但是呢我覺得 有一個男生沒敢問號的點 男生都喜歡那種 資產 資福感 我看起來很像什麼一個大老闆的秘書耶 好老闆 謝謝 我個人是覺得 爸爸選這套的感覺很像 早和時代的那種感覺 所以覺得 這是時尚嗎 還是他的青春 這個 還有改造空間 來 改造看看 我覺得 看到這個外套 然後搭配這樣穿是 有一點性感 帥氣很女神的風格 我搭配了 脾氣中長的 WALK 紫長性女性系列的內衣 它的設計是 肩月風 有沾後的沉澱 看起來雙型 很好看 下半身是搭配了 高腰的牛仔殼 讓你的身材看起來比例更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在日本這樣穿的話 大家覺得 欸 你怎麼了嗎 但是 我想台灣的話 蠻多 大妹的吧 那你覺得 爸爸看到你把他衣服搭成這樣 會有什麼感想 我爸爸覺得 先扣好這個 我來開箱第二套 哪一個好呢 我這個是真的是不敢打開 所以先 選這個 選這個 欸 這是不是 買一個布耶 捏 這是誰選的 這個完全是南部Style耶 這是不是南部的人 南部的兩位 其中一個 OK啊 我在屏東有人稱之寶 欸 服裝界的死神 我選的那套起跑啊 其實 相當五點 搭配上我們 瑪莉亞桑 完美的身材 那個長腿 那個起跑上穿下去 小星雞露出來 不得了 小星雞露出來 小星雞 那不得了 米片天下男人耶 好呀 FAPPY MARLENCHAN 今天讓你喜歡這個 腹骨瘋嗎 這個 這是 圍多多耶 我知道 那個 生意少女裡面的 那個大的小孩穿的 難怪蛇比丸ちゃん 等一下那個 啪啪 你好 蛇比丸ちゃん 這是懲罰嗎 你為什麼讓我上床 看一下 這個這樣不行耶 我完全不懂這個的美感 頂多這個裙子啊 有一陣子蠻流行那種什麼 Blackpink 酷酷女孩的感覺 但是 中國 復古風 也不需要這樣 真的 問號 另一半 穿這樣 然後跟你去約會 只能去西門町水 好 好 拜拜 第二套改造完成 終於可以出去外面 今年是滿流行那種牛仔 因為這個是短的上衣嘛 所以搭配比較短的外套 看起來讓你身材的比例更好 這個上衣的部分 因為外面是空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搭配了 我剛剛介紹過的PG中山的 WALK職場新女性的內衣 現在是五間戴的帽子 這個的頭是真的因為很貼身 可以展現身體的線條 故人是滿喜歡渡床搭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海邊 玩下鼻子也會不會去 我這樣穿起來沒有那麼看義對不對 剛剛我真的很討厭自己的衣服 這是怎樣 誰要穿這個衣服 我們來開上第三套 第三套我就選這個 比較厚的 應該是布料比較多的意思吧 這好日系喔 這個是 若肩衣 然後這個 真的是 偶像衣服也超多這種 這個人一定是 很喜歡日子偶像 OK喲 瑪莉莎 耶 瑪莉莎 那她為你精心挑選的衣服呢 我覺得在你身上呢 穿起來 非常符合你的身形 上半身比例的 拉長 蕾絲啊 在你身上淡淡的透視感 性感加分 公主風又符合你那長髮飄逸的氣質 小仙女的感覺 小仙女的感覺 瑪莉莎 可愛 小仙女的感覺 我很期待的瑪莉莎 好 瑪莉莎 第三套 看一下 男生就會喜歡這種 一飄風就整個都 這樣子 金蘭胡椒三喜歡那種 仙女的可愛 公主型 但是顏色搭配我覺得有問題 然後加上 材質也是 有一點不雜 去改造唄 這個穿起來很像18歲 想不出來就那麼怕 大家看一下我換成 奶油色的裙子 所以 顏色搭起來更好看 有意志的感覺 因為這種 花花的東西 搭上花花的東西的話 真的是 太花花了 所以 我在說什麼 所以呢 這種時候就是 下半身搭配比較貼心的東西 讓 身材看起來更好 然後穿這種 衣之靈 很擔心 會不會就是看到 內衣 所以我那個時候 搭配了 脾氣這樣穿的 屏口不走光 內衣 雖然呢 這個內衣是 五間袋的設計 但是 調圍 讓整體保護感很好 所以 很有安全感 不會有走光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 夏天嘛 所以搭配了一些 花花的東西 頭帽 整體的顏色有意志 不知道為什麼很適合 牽一個貴賓狗 我要出口咖啡 一日零的衣服 其實是女生也是蠻喜歡穿 性感的感覺 然後 又有 可以做 女生很care的這些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 欸 這樣改造完 蠻好看 大家可以留言 改造錢 還是改造貨 哪一個比較好看 哪一個比較喜歡 最好一道就是這個 很薄的包裹 有看過衣服這麼薄的嗎 我真的是 真的很薄耶 這是衣服嗎 等一下 這是什麼 啊 懸透耶 試試看到我 鳥屎常在想什麼 才會做節目喔 嗨 大家好 我是鳥屎 那我個人呢 就選了一個這個 朦朧之間 暈染透沙吊帶長陽妝 我選它不是因為可以透 只是因為 我想說 欸 夏天嘛 穿多 容易熱 那穿少 我的皮膚露出來部分 如果多的話 對不對 又很容易晒傷 所以我就選了 這個 給阿布瑪來挑戰一下 希望他可以用這個衣服 在想什麼 涼爽的 夏季的感覺 加油 我燈子看 等一下真的是 這真的不行 因為如果穿下去就變黃標了 這製成怎麼會選這個呢 好奇怪喔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好很多呢 變成正常衣服了 鳥十三幫我選了一個 透妝 我要改造成 有一種 Y2K的感覺 其實它是搭配了 現在蠻流行的那種 裙子 下半身就是這個 泡泡襪 就是 復古 然後呢 我覺得這種穿透透的衣服的時候 搭配的小可愛很重要 今天選的是 PG中山新推出的 新款的 平口不足光內衣 穿那種 五肩帶的小可愛的時候 通常是肉背或是肉肩 所以這種時候 這個褲子 改成側邊 背面看不出來就是內衣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內衣也是有 雷絲的設計 所以被看到的時候 有一種性感又可愛的感覺 其實 Y2K13選的這個 蠻有挑戰性 意外 很好看耶 所以 讓我看開了新的視線 Y2K13 我們今天四套衣服都穿過了 直男生妹們 我覺得 蠻有個人的特色 要給他們排名的話 我第一名 喜歡的是 我爸爸的 不是因為女郎 真的是我爸爸選的 還蠻了解我 第二名是 胡椒山的 我剛剛猶豫了一下 但是第三名就是 蛇丸山 那個衣服真的是讓我很驚眼耶 最後一名就是 這個 拳頭穿 我今天知道了 我想像的男生會喜歡穿的衣服 跟真的男生喜歡的衣服 真的不太一樣 希望 我有給大家 展現 穿搭能力 今天的挑戰有沒有成功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今天呢 穿搭的時候 搭配的內衣 其實呢 都是 來自日本的品牌 皮吃醬山的內衣 這兩款是 平口不著光內衣 然後 另外一個是 WALK這場 新移行系列 它很方便 兩款 都是內衣的肩袋 可以拆卸 夏天的時候 會穿衣製 或是肉背的衣服 脫色的衣服 也可以直接搭配哦 這次新款的 拼口不著光系列是 使用 軟缸圈 提升了舒適度 不用擔心 支撐度會跑掉哦 最最重要的是 這個新款是 用了 更薄的 可拆式 沉澱設計 因為台灣 炎熱的天氣 日本的設計師 為台灣的女性設計的 我前幾天 外景的時候 也是穿這一件 一整天下來 很清爽 很舒適 還有另一款是 WALK 紙廠新流星系列 這個系列是 為了上班之後 是OL設計的 最近特別使用 分層結構的設計 所以不容易 因為適合長時間穿 或是像我一樣 工作跑來跑去的人哦 這系列 還有 無限造備背心 和平口無間商銀 可以挑選 女孩們的衣櫃 一定要跟我一樣 必備 皮脊上的各種款式的內衣吧 穿漂亮的內衣之外呢 其實 保養也非常重要 像臉部保養一樣 身體也要好好保養 這種時候呢 可以用 皮脊上的 Beauty 眉胸霜跟眉臀霜 這個是 我已經用了很久 像我的話 每天睡覺前 用這個按摩自己的胸部 然後這個是 擦在臀部 隔天起來 覺得有彈性 然後有光澤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Clean 大家可以用看看 還有一個好休息要告訴大家哦 皮脊上 五月的時候 在中山上 還新的 全台第三家店 耶 之後要逛皮脊上的時候 還有多了一個選擇 大家可以去逛逛看看哦 那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開啟小鈴鐺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 好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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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